05万吨大区遭FA-18俯虫模拟攻击事件 以歼20切磋式身 对网上流传的消息 我们一定要去为纯真 前两天网上公开了05万吨大区 在大洋上以美军航母编队斗智斗勇的内幕 特别是出现了两架FA-18EF俯虫模拟攻击 055的画面 让很多网友大为慎惊 在画面中南昌号的垂发系统的盖板已经打开 近方炮也已经调整角度 处于备战状态 随后美军战斗机迅速飞离相关空域 所谓的美军飞机补充模拟攻击的画面 以及南昌舰打开了六个垂发系统的井盖 用于应对 完全是自媒体拼凑画面得到的 并非中国官方媒体发布的 官媒报道说 南昌舰拉响战斗警报 拿敌练兵 在远海大洋上以对手斗志斗勇 拓展了防御重身 保证了机动空间 有效履行了航母编队 带刀护卫的神圣职责 但是有个别专家声称 过去曾经发生过某些国家的飞机超低空 通过我军舰上空 某些国家军舰也试图 穿入我海上编队 这些行动都不符合国际海上碰撞规则 而在另外一段 奋进深蓝写中腾的视频中 讲述了南昌舰 以不明空中目标的另一次交手 不过虽然视频里的不明目标轮廓 让人感到眼熟 其实呢就是一架歼20 这也意味着南昌舰在演扬上 以FA-18EF交手是假 在内部演习中 以歼20隐身战机扮演的蓝军交手是真 但是我们某些自媒体 把这些画面和另外一些画面 进行了拼凑 结果呢编造出了假消息 其实中美并没有处于战争状态 两国军队在近距离接触时 发生模拟攻击对抗是相互的 中美在远洋爆发电子战 飞机进行危险接近拦截 作战平台互为对手进行练兵 原本都是正常现象 在和平时期 谁都不会轻易打出第一枪 你不能把飞机逼近对方 当成是战争行为 中国的轰流 曾经在30公里范围内 逼近美国航母编队上空 完成模拟攻击任务 而且快速返航 如果你再想想 055在中国军队内部的演讯中 进行魔力的对手是歼20 就能明白FA-18如果在暂时进行这类攻击行动 就是在送人头 现在的问题是 FA-18EF有没有能力对05万吨大区构成严重威胁呢 这取决于美国航母编队所出动的FA-18E的规模有多大 更取决于055万吨大区是不是单打独斗 基于美军现在还没有超音速反舰导弹的现实 FA-18EF的反舰作战 主要依赖其亚音速的鱼叉反舰导弹和杰达姆滑墙炸弹 除非它们能够对05万吨大区展开饱和攻击 否则被干掉20来架都是有可能的 仅从技术层面来看 05万吨大区是全球最早使用双波段有源向准雷达的神钝剑 它配备有112个垂发单元 采用了高度自动化的设计 最先进的有源向准雷达提高了其作战效率和可靠性 该舰应对饱和攻击时的火力通道 是美军伯克级驱逐舰的几十倍 神盾舰或者是宙斯盾舰的主要职责是防空 所以它的垂发装置里面装的绝大多数都是防空或者是反导导弹 当用于拦截FA-18EF-10 可以假设近70%的垂发装置中装备的是中远程防空导弹 再加上1130近方炮和海洪基10进程防空导弹系统 同时拦截50个空中目标都是非常可靠的 当这些来际目标都是亚云术的飞行气时 我们拦截的风险是比较小的 可以这么讲 除非遭遇到美军FA-18EF大机群的保护攻击 超出了055万吨大区拦截能力的上限 否则这样的火力对抗有可能将美军打回原型 实际上055的真正定位是航母的带刀四位 它承担着在远洋对抗隐身飞机和隐身巡航导弹等中任 也就是它能够对抗包括B-2B-52发射的远程隐身巡航导弹 当然也能够对抗隐身舰载战斗机 这也是我们看到的歼20要以055互为对手进行训练的原因 当然你可能会说军舰在大洋航行时 由于受到对球曲率的影响 对贴近于海面飞行的FA-18E的周所距离 可能会缩短到几十公里 从而拦截时间比较短 这当然没错 但是如果真的双方发生战争 那么美军的航母需不需要面对055发射的射程 能够达到上千公里的高超运速反舰导弹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美军如果起飞几架FA-18EF来攻击055 到底能取得多大效果呢 这些都已经不言自明了 在未来的体系对象中 055万吨大区只要能够得到美军航母位置的坐标 那么FA-18EF能否从航母上起飞 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更不要说这款舰载机 能否真正成为055万吨大区的对手了 恐怕这才是真正的现实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